許巧鑫 這件事我就簡單說 其實他現在在盜政 不是在教我們 不是什麼人要留的 他在跟他公公在盜政 真的啦 我那時候一直在想 民進黨因為是這個白手起家 三十幾年的少年政黨 所以很多醫生歷書 才有特色的專業 為政治理想打拼 所以何不良他出一個阿扁 那叫什麼 叫改極兵信 國民黨好好的都好好的都知道 改極兵信的機會很少 看蕭敬妍 你就知道了 我後來比較知道 原來改極兵信的機會要怎樣 要自己辯論社啦 因為你若參加辯論社沒有 裡面會有留書 會有建築 會有金主 你就做他們的娃娃 在後面寫政治論述 又帶一個議員的母 這樣你就會大賣了 其實這件事很趣 劉彥李本身的行政的過程 就是一個國民黨的提供派 年輕的提供派的行政的過程 裡面有錢的出錢 有人的出人 有政典的出政典 他就把一個地區這樣摸起來 大小事情都知道 而且可以完全不夠法律 不夠其他人的觀感 只要用霧的 用插的 用鬧的 轉移交點 你看 不怪我就在想一件事 民眾黨跟國民黨連手在摸那個 台灣家賣不去啦 家庭的那樣 在黑白摸的時候 花進群 徐國勇在黑白這順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奇怪 徐巧欣好像不再說過這個議題 原來自己也有選啦 就選的不真沒說 對不對 你像郭槍在繳那個 繳家庭沒繳到 郭槍他就比他更兇 當人家在做建築 他如果教教 但是教教很教談喔 對 教談 拜託的 這樣不行啦 徐巧欣還寫我軟心 所以呢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劉彥李跟徐巧欣 到底是誰是朱德權 我認為首腦是劉彥李 徐巧欣只是補帶的那個 阿嬤在外面在摸的那個 閉嘴的時候 如果可歌可泣嘛 所以徐巧欣也不爽嘛 我立委 我可以讓你這樣欺負 既民就說 你如果算了 我要給你離婚嘛 這其實就是 家來的事情 摸到全台灣都知道這有什麼了不起的 所以 其實這件事 這是一個 我坦白說 我們高雄人有出頭 你如果看一個辯論社 劉民進黨可以做市長 劉國民黨可以改進兵心 這就是高雄人厲害的地方 你看雙重辯論社一個劉彥 在松山新義區這樣處理下去 插機啊 我夠厲害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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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